各位,時哉時哉網路教育學員的善友們 大家好,我是唐玉玲 在這裡恭賀大家新春愉快,萬事吉祥 我們都知道2020年是冠狀病毒侵襲的一年 我們即將揮別了陰霾的一年 邁向了2021年的金零年 所謂牛摸賀心碎,鼠雞封年來 過去的心有餘季的這一年已經過去了 將以疊開生命的方式迎向新局 在過去的這一年裡面 為了幫大家走出這個困局 我們開了關心關心系列的課程 首先是覺出逢生的主題 這裡面談到的與病為友,居為思安,超越生死 讓大家從心理上走出困局 並且從易經的簡卦、困卦、匹卦、牽卦中 讓我們了解君子的自處之道 從老子看簡卦、困卦、匹卦、牽卦中 我們學會了君子趨吉弟兄的思維 雖然我們個人,尤其在論語跟庄子 學到了上游的思維 我們把問題能夠在上游上消滅無形 雖然個人的別業是可以轉變 但是團體的共業依然還來 面對的這個不確定性的偶然 它是一個讓人害怕難以面對 所以我們說了不確定性的思維 面對了塔列伯的黑天兒 我們也從這裡面來好好的學習 在脆弱的時代裡面如何反脆弱 並且在這不對稱的陷阱裡面 所謂的覺知不對稱、表裡不對稱、虛實不對稱、覺知不對稱當中 我們透過了知行合一、解行並進 消滅了這個不對稱 如何消滅這不對稱呢 就是知要知的豐富 行要行的精準 自然能在不對稱的時代裡趨吉避雄 而我們都知道時間是不能浪費的 要如何跟時間為伍呢 就是以學習來跟時間做朋友 尤其在今年2021年的金牛年 我們將以《易經》、《世書》、《老莊》來找到牛的意義 來過有意義的金牛年 首先我們從《易經》看到所謂昆 在《易經八卦》裡面 它可以配合天地的幻想 它也可以配合動物的特徵 比如說錢是天、昆是地、鎮是雷、坎是水、梗是水、梗是水、梗是火、對是水、迅是風 但對應著動物的特徵呢 錢是馬、昆是牛、鎮是龍、坎是豬、鎮是狗、鎮是狗、鎮是羊、梨是智、迅是雞 這是對應的關係 那昆向地為什麼要向牛呢? 《說掛傳》裡面 它是把昆可以表徵為地、可以表徵為牛 孔影達的《周易正義》裡面說 昆向地 任重而順 故為牛也 就是昆是大地 它承載著萬物 不論萬物的 輕重、貴賤、眉醜、高低 都一律成重 叫做任重 不管它是什麼樣的物 它都可以接受 這叫做順 像牛一樣 它的任務繁重 耕田、託貨物 每天只吃草 以柔順的相貌來顯示於人 就像昆大地 那在梨掛當中 孔影達佑說 它是一個柔居內而處鎮中 是聘牛之己 續聘牛己 是母牛 母牛就是柔順的 那我們在 迎接經流年 我們就要像一個正人的君子 可是又是柔順地面對外在的境界 就像塔雷伯裡面說的反脆弱 是柔順地面對這個世界 可是內心又極其有原則 是一個中正的君子 以上是一經講流給我們的啟發 接著我們來看四書講流給我們的啟發 論語裡面 《庸野篇》裡面講到 禮牛之子心且腳 雖欲勿用 山川其神諸 告訴我們更天牛的兒子呢 是一隻犀牛 是顏色非常純正 刺紅色的 腳非常端正 他可以當成中廟祭祀 或者祭山川 或者祭天地的犀牛 他告訴我們 英雄不論出生地 用人也不論出生 這是孔子勉勵重工 這位縣官要用人要這樣用 在牛年裡面也告訴我們 這個要自強不喜 不要論自己的出生 好好的威功發心 好好的充實自己 一定有出路 在《洋貨篇》 《倫語》的第17篇裡面講到 各際沿用牛刀 意思說 治理國家跟治理天下的 理想、報復、財情 不妨在一個小地方去發揮 所以人生 可以做大事也可以做小事 不妨礙你才能的發揮 這也是牛年裡面 給我們的啟發 以上是論語來說 大學裡面呢 夢憲子說 序馬聖 就家裡面有馬車的大夫呢 士大夫呢 他不會養雞跟豬跟人民爭利 發兵之家 就家裡面啊 地下室有兵的家庭 可以兵食物 這個親大夫之家呢 不懈牛養 不養這個牛養與民爭利 百勝之家的大夫 就是有封地的大夫 像魯國的孟孫大夫 蜀孫大夫 季孫大夫 不去養巨戀之城 就是跟老百姓搜刮 不去養這種貪官屋利 大學裡面告訴我們是這樣 在孟子裡面呢 梁慧王篇裡面講到 瞿軒王問孟子說 經文公跟齊荒公的霸業如何 孟子說啊 只有道德一統 所以孟子是不講霸業的 那齊軒王看到牛要被殺 他不忍心 但是孟子告訴他 你沒有共品啊 你也無從济世 那改殺羊呢 那還不是動物 所以叫做 君子見其身 不忍見其死 聞其身 不忍拾其肉 故君子遠刨除也 這告訴我們 你要愛護動物 從牛上開始來愛護動物 在西周的時候呢 諸侯是無故不殺牛 除非祭祀的時候才殺 在西漢的時候 殺牛是要償命的 在唐朝殺牛 是要判刑一年的 在唐宋時期的牛啊 即使他病了 即使他瘸腿 即使他老了 都不能殺 在元朝的時候呢 殺牛是要打大板 要打一百板 以上是牛跟我們的關係 人類也從牛當中的愛護 看到牛對人類的貢獻 而人也要懂得感恩 那接著我們來看 老莊當中 裡面所講的牛 老子其侵牛過寒谷關的典故 當時周朝發生大亂 老子隱居 老子其侵牛過寒谷關的時候 關門另一席 看到紫棄東來 所以請老子啊 留下五千個字的道德經 這告訴我們啊 人生是要充實自己 是要把經驗傳承 要一愛人間 莊子的魏文會王裡面講到 他的廚師丁 他在殺牛的時候啊 十九年來都不用換刀 刀也不會燉 他在牛的骨頭跟骨頭之間的切下去 這個非常的完整 鋒利 不損刀的這個銳利 告訴我們 問題要看到問題的核心 你才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好 以上是 從《易經四書老莊》裡面 講到牛 我們從這牛的意涵 意義當中 我們也找到了過金牛年的意義 我們相信在這金牛裡面 一定會開創個人的價值 一定會帶來 有情眾生的希望 那接著在這裡祝福大家 扭轉乾坤 暑氣全消 吉祥如意 凱萬事太平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